说到早上在西半部沿海比较明显的对流影响 上午这段期间从桃园以南一直到台中的沿海 都有比较大的累积雨量出现 其中在苗栗的沿海今天的累积雨量已经来到177毫米 而在整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下 从昨天到今天整个累积雨量明显的区域 主要就是在我们北台湾的部分 在北部的山区像是台北市的山区 最大的累积雨量目前是有来到288毫米 而我们预期在未来24小时 由于是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间 在未来24小时降雨的状况还是会持续 并且可能会在北部山区累积更多的雨量 我们预估在北部的山区 在未来24小时累积雨量可能来到300到450毫米 而其余在新竹以北、平地、宜兰地区 以及台中南投的山区 累积雨量也可能会来到200到340毫米 提醒尤其是在山区活动的朋友要特别注意 降雨所造成可能会出现 滩方落石或吸水暴涨的现象 在山区活动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 而除了雨之外 我们要特别提醒风的部分 在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下 西半部沿海地区有明显的强震风 那不少比较靠近内陆平原区的朋友 其实昨天到今天也感受到风力比平常强很多 在今天的下半天整个强风的区域 还会延伸到我们西南部沿海的乡镇 因此要提醒在我们西南部南高平的朋友 下午这段时间风力可能还有机会再增强 那特别是在台风逐渐北上之后 整个风场开始偏转 我们要提醒今天下半天以后 包括恒春半岛 蓝雨地区下半天风力也会明显增强 尤其蓝雨的阵风可能有机会到12级 此外呢 随着整个台风风向的偏转 以及台风中心的接近 在我们的东北部陆地 以及大台北地区 晚间的风力也会明显的增强 尤其整个风向因为地形的关系 我们预估大台北盆地在今天入夜之后 将会有明显的强震风出现 那也提醒住在大台北都会区的朋友 趁早上这段时间 可以赶快固定一些容易掉落的物品 或者一些悬挂的物品 那预计这样强震风的状况 在今天入夜之后 还有机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的白天 所以总结要提醒大家 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半天 将会是台风离我们最接近的时候 在北台湾中部山区都要留意明显的降雨 而沿海的风浪现在还是很大 非必要的话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 同时各区域强震风的时间点不一样 那我们要提醒在北部 以及恒春半岛还有蓝雨的朋友 今天下半天之后 风力的状况还有机会更为明显 那此外由于整个台风环流跟地形的关系 在我们东南部地区反而是属于被封面 可能会有焚风的现象发生 也提醒台东的朋友 今天要留意的是高温的部分 以上就是这节最新的台风说明